我们捏一下暗门啊 你捏我干嘛 打一声你那个你就 拉摸松是吧 我不想跟你捏嘛 你一边去你跟我一边去我不想跟你捏 你那个 你那个 是 是不是 怕我是不是 我不是怕你我是 不想看到你不想你 你明白了吧 那你应该是那个 啊 怕我然后 怕 对对 啊怕说 说 说不过我所以就 所以就那个 老是挂了是不是 把你挂了 把他挂了他一直黏我一直黏我 我准备你安眉的啊 但是 连他要说什么呢 连安眉要怎么说说什么 听到 他的声音就发 对不对 我也是 听到这个曲部的声音太烦了 没有 我今天 呃直播的话 就是想跟你们说一下啊 啊 我和那个 安眉的 表白没有成功 没有表白今天 本来咱们昨天晚上 我大意好你们啊 要几天给他表白的吗 对不对 我昨天晚上答应你们 今天给他表白的 但是 但是 预期不好呢 关系一下 怎么关系呢 去看医生看了看了 今天我带他 他那个在输液嘛 然后输液回来了之后 呃 医生说 给他开了一些药 然后好好 嗯 不要照亮就洗 没有 谢谢你们的关系 其实 医生说不严重 就是个普通的感冒 然后 输液了 所以两天就会好的 谢谢大家的关系啊 买点水果 水果我买了 水果我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 我今天买了好多样 我不知道他喜欢去买一件苗 我刚才就说了 刚才我就跟他说了 我带他去买一副 然后他说他 呃今天那个 嗯 刚说了是网页 然后 头有点雨 他想回去休息 然后我就 明天等他闭好了 我再带他去买嘛 好不好 明天等他闭好了 再带他 再带他去买嘛 不能暴露阿美的住处 没有阿美他住在哪里是 他跟我们公司那个 员工都住在一起的 他们女生宿舍 住在女生宿舍里面的 阿美在直播我知道我 你你没让我脸他 我脸他我不知道说什么 脸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呢 你不是说七瓦哥他表白吗 没有今天他感冒了怎么表白吗 对不对他感冒了怎么表白吗 他应该是阿美他应该是那个 反正生病了不应该 现在还在直播呢 他应该是休息了的 医生让他早点休息 他为什么还在直播 你 你阿美关系他是关系一下他 是不是 给他租个房子当然不住 他不住啊 他说他一个人就害怕 他要跟那个同事住在一起 我有什么办法 他说他要跟那个 嗯 同事住在一起的吗 嗯 嗯 嗯 我们直接叫人们你们 很多人都不了解阿美阿美他这个人的话 他 西特别好的一个真的 他只是 没有多大的能 他只是没什么能力 不知道他真的是一个西特别好的一个人 我给大家讲一下他以前 我给大家讲一下他以前 有一个事情啊 嗯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 怎么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阿美的 我是为什么喜欢阿美的有没有人知道来知道的 嗯 知道的打知道不知道的打不知道 如果不知道的人多的话我就给大家讲一下 我是为什么喜欢上阿美的 都不知道是不是 嗯 有一次啊 我去 我去 我之前在那个阿美他们老家那边就是 做这个龙肠皮的合作 然后就 呃 一直经过那边 然后在那边认识的阿美 有一天 我把阿美 那时候我没认识了吗 我跟阿美 我没认识 那时候我只是把他当成 那时候我一开始我只是把他当成 因为他 呃 特别的顾家 而且 特别的懂事 然后 他为了就是 减弃他妈妈的负担 一个人 在家里面带着弟弟妹妹 他妈妈那时候是在外面打钩的 在外面厂里面上班的 他一个人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妹 然后 家里面什么龙活 种活 呃 喂猪 什么 全部都是他干的 然后他家里面都为了 他自己都为了喝 好多头做 好像是五六头 然后几乎每一天 每次我看到阿美都是在干活 要么就是在北产 要么就是在割猪草 要么就是在呃 种地要么就是在包玉米 没 我就没有见过阿美 哪一天是 没事干的 然后一开始我 只是觉得 体系疼他啊 他觉得他挺不容易的 然后 人又这么好 然后后面 真正让我喜欢阿美的那一天啊 有一次啊 呃 他去那个他们县城里面卖什么东西 好像是 卖那个杀货吧 他去县城里面卖杀货 然后 他那天好像卖了多少钱 卖了 反正卖了不到一百块钱 卖了不到一百块钱 然后 他看到 他们县城里面有一个人啊 有一个人是 就是在街上那种乞讨的那种 有一个人他那个脚没有了 没有了就 呃在街上哪一个玩 就是那种 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基本上每 每座城市都有那么一两个人嘛 刚好阿美他们县城里面也有这么一个人 然后 呃 那个人就 他说他们两天没有吃饭了 阿美把他那 卖的那一点钱 只留了10块钱的那个 做车的车费 其他的其他的那 50吗好像60 应该是50块钱 他把那全部给给那个人了 我一个 那个曲部的那个人一直在开着直播一直在说你坏话吗 曲部啊 他送我什么 哦 把那是什么不好提的话都说出来了 啊 啊 在我们那个村 啊 就是在我们那个村 啊 在我们那个村 我们那个村都是有 啊 在我们那个村 啊 在我们那个村 都是有 四百户 人家 人 不用管他不用你的 就是他说了我什么吗 他说你是个 啊我都不好说 他说你 你说话不算话 什么小人 背着一套 打卖一套的 什么什么的 我都在他直播间里面 跟他年迈跟他吵架了 我叫他 你要是在说的话 我跟他说怎么怎么的 哎呀 这一些啊 这些那个 嘴长在他身上 他随便怎么说吗 但是我看不惯他在背后说你啊 没有的是他也在这里说 他自己在这里想着乱说 哪个 取过你你都不用你 还说 还说什么 你 在公司里面 乱用钱什么 沟款 你也用楼 用什么沟款 什么什么的 这个可不能乱说 什么我乱用沟款 我乱用什么沟款 我乱用什么沟款 听得清清清清清的 我在他直播间 听了一话 说 他把事情说这么严重了 然后我就跟他年迈说 他都还不承认了 他还死养 你挪又过垮什么什么的 他说还有人可以做这个 什么什么的 你用了这个钱干嘛干嘛 怎么的 他这个不能乱说 他就是他不知道是不是 垂青的 在这里挑拨零件了 挪又过垮 这个是这种事情 不是小事呢 我念他 是一个非常卑鄙的小 小啊 是真的是一个那个 我是什么小人 啊 我是小人是不是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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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你是 小 小 小人 你是那个 不 不讲 诚 诚 诚信 然后 人啊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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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